我们现在看静心下 孟子曰 不仁在梁慧王也 这个梁慧王其实是未慧王 那么因为所处的国都叫做梁 那么孟子说这个梁慧王太没有人德了吧 这个梁慧王 人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一个有人德的人 那么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他所该爱的是什么 是亲亲而人明 及其所不爱是什么 把这样的心推广到身外之物 也能够并蒙他的恩惠 推及其人的意思 人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一个不仁德的人 以其所不爱 所不爱的是什么 土地啊 货财啊 或者是人人必知唯恐不及的灾殃啊 等等啊 就是所不爱的 及其所爱 那个及是拖累 拖累到他所爱的 所爱的什么呢 他该保护的人民 该亲爱的亲人 这些灾祸 最后颇及到了他该保护的人 是为了身外的一点货财 然后呢 颇及到所最该保护的人民跟亲人 叫做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公孙丑约何谓也 公孙丑呢 就听孟子这么说 说这什么意思呢 那孟子继续说啦 说梁慧王 以土地之故 迷难其名而战之 说这个梁慧王啊 为了争一点点土地啊 想要去侵略别人的 或者是以前被侵略的耿耿于怀 一直想要讨回来 为了这些身外的货财的关系啊 跟邻国不断争战 然后迷难其名而战之 迷难粉身碎骨的意思 让他的百姓粉身碎骨再所不惜 各位国家是为了要打仗的 还是为了保护人民 是为了保护人民啊 土地是为了养民的 还是为了吃人啊 土地是为了养民的啊 现在为了土地 你看是不是吃了人啊 对吧 为了身外物 把罪该护养的主轴是不是给丢了 然后呢可惜呢 他都打败仗 他大败 每次都打败 魏慧王九年的时候呢 跟秦国打仗 秦国呢 俘虏了魏国的这种将军啊 叫公孙错 魏慧王三十年 这个故事呢 就是历史上比较有名了 魏国伐赵 然后赵国向齐国去救援 然后呢 齐先王用孙兵啊 的计策 拜这个魏军与马林啊 然后卢德罗他的太子 叫做太子申 然后呢杀了大将军叫庞涓 孙兵斗庞涓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一段 这是在魏慧王三十年的事情 就是说他每次打仗呢 他都输 然后呢输到连他的太子都被抓去 庞涓呢 那不是普通将军啊 那么大的将军呢 也都这种战死了啊 江富之他一直想要复仇啊 恐不仁生 故屈其所爱子弟 以训之 每一次呢都想要收复师弟 想要跟人家这样不断的打不断的打 他不是收复师弟就算了 有时候没有师弟 要想去征战别人啊 怕不能胜 最后呢把他的最爱的子弟 就是太子申啊 叫他上战场了 以训之 从着这个部队 然后呢 为了这个土地啊 疑难其子弟啊 最后呢都拜了 四之位 以其所不爱 及其所爱 这个叫做以其所不爱 而累积了所爱的人啊 他所不爱的是什么 是土地啊 土地不该爱 土地是要去耕地 耕田 然后呢来保护人民 结果现在呢 以这个不该用到 这么大的爱心的土地呢 结果呢 拖累到最该用爱心的人 跟他的亲生的儿子啊 这个就是讲本末导致啦 一个人人啊 他的恩是从内往外推展 一个不能得的人刚好相反 他的祸呢 是由书而累积到亲呢 这个呢 就是本末导致 这是很少思考啦 他打仗打久了 打到眼睛红了 他已经忘了 一个君王的职责是什么 他该保护的是谁 请全国之力 究竟是要为什么 他完全呢 忘了这个事情 那么反过来看 我们这些生斗小民啊 所有真名夺利 而本末导致的 不也都是像这样吗 对吧 或者是这个 为了一点点的 欲望欲乐 然后呢 损失到了我们的身心的健康的 那不也是这样吗 为了这个多赚一点钱 或多一点绩效 然后弄到爆肝了 那不也是差不多是像这样的吗 对吧 那你说人人会怎么做 像这个文王的爷爷叫泰王 他当时这个兵国 侵夺他的时候 他就宁可把整个土地国家 全部送给了那个兵 然后他跟百姓讲说 他们要的是我们的土地啊 你们不怕没有军啊 他来就是你们的军啊 对不对 他来不会吃你们啊 反正他要的就是我走 然后他把我们的国家拿走而已啊 那我走就好了 然后他就走了 后来他的子民就跟着他走嘛 到了齐山下才有 后来周家八百年的基业嘛 人人呢 他是这样做的 下一段 孟子曰 春秋无意战 比善于此 则有之意啊 孟子说这个春秋所宰的 这些所有的战事里面 无意战没有一件是符合于正义的战争啊 春秋记载的有差不多四百年呢 那么多的战事里面没有一件是有毅力的 以善于此则有之意啊 不过呢这个战争比那个战争站得住脚一些啊 这个情况呢是有的啦 好比说齐桓公金文公假天子之名去罚楚啊 他就有一个站得住脚的一个点啊 比那个没有可以假托天子之名而打的啊 让人家明明白白知道呢 他们是敌国相争啊 不该这样子做的啊 略胜一筹啊 是有的啦 但是呢 没有一个真正符合正义的 争者上罚下也 敌国不相争也 这个是这样 从古代的圣王的体制来说 争就是正当的正 争是为了正人或正国 把歪邪的人歪邪的国扶正了 不得已而用强硬的手段 叫做正 所以正是上罚下 是天子下达了 可以罚某国的令给诸侯 而后呢诸国举兵 才可以以天子之令去罚 去就正那个乱了的国度 暴虐的国度 所以正者上罚下也 是由上面的人发令才可以的 敌国不相争也 敌国什么意思 敌国就是相等的国 敌国叫做敌国 气力相当 国土相当 势力相当 叫敌国 那个敌就是相当 诸侯国对诸侯国 不能够用正这个字 同德的诸侯 像战国 你又不是奉天子之令 你也不是有德的国家 你也是为了利 我也是为了利 然后彼此打来打去 这个都不能叫做正 为什么 因为正这个字 把双人旁拿掉 剩下什么字 正当的正 用很多人举国之兵 去框正什么事 才叫做正 现在打仗就是正了 对不对 不过 事情总有全变的办法 说上罚下才叫做正 然后你就说 那不公平 那下不能罚上 不是的 全变之时下也可以罚上 比如说汤舞 他们去罚节 他们去罚咒 就是以下去正上面 叫做正 所以以下而正上也有的 不过目的不能离开 匡正这个国家 救助这些百姓 不能离开这个主题 那不过当然你现在会说 那现在哪一个国家打仗 不说要罚罪救命 对吧 都是打这个旗号 而结果呢 都是死伤无算 就一切呢 这个正要以生命大义为原则 这个才叫做真 好下一段 孟子曰 尽信书不如无书 无语五成 取二三册而已 孟子说 读书不能读死书 你尽信书 全部相信书里面 所写的那些形容词 描述的话 那就不如无书了 为什么 因为形容词会夸耀 他的攻击都会 稍微过度一点 甚至于有一些是词不达意 有一些是专有名词 你不能只是看书的表面 无语五成 取二三册而已 五成是什么呢 上书的一个篇名 说我对于上书五成篇里面 很多歌功颂德的 我也只取两三册而已 那个册是竹简 古代的书 不是纸张印的 是刻在竹简上 竹简呢 几支竹片 用绳子串起来为一个简 那我也只取几片而已 比较合乎意义的 那么其他呢 看了也就算了 而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知道人们对这个有很多误解 因为误解而产生很多批评 也产生了很多 对一股圣贤贤的文化 没有办法亲近 比如说 人人无敌于天下 以至人罚至不仁 而何其血之流除也 这个一个人人爱人的人 他是天下之间没有人愿意跟他为敌的 无敌于天下的意思是说 不是说天下没有人打得过他 而是说天下这么多人 期盼他都来不及 谁会跟他为敌呢 所以叫做人人无敌于天下 以至人罚至不仁 这是在讲什么呢 武王 文王 文王的得责给武王 武王呢 不辜负八百诸侯的托望 以至人罚罪就名了嘛 去罚至不仁就是罚咒嘛 怎么有可能会打到说 杀那么多人血流在地上 连那个杵都可以飘起来 杵是什么呢 各位看过那个山地同胞 他们呢有一个旧 然后上面有一个木棒 那个木棒差不多跟人一样高 然后中间比较细两头 比较粗 在聪明的 冲到最后会变麻糬 麻糬啊 像这种 日之杵 血可以把整个杵飘起来 那各位 你就想像那个画面 那死的人多不多 哇不得了 然后你就想到 上书的五成就是这样说的 说血流飘除啦 他是为了要彰显五王的攻略 罚罪就名 最后呢终于成功了 然后呢牺牲了不少人 所以就写 血流飘除 然后呢读到这 有的人就会说啦 说那五王自不仁啊 你看上书可以证明 你看 不然我们现在来试验啊 要弄到血流可以飘除 一个人多少血 然后血可以流除可以飘 各位要杀多少几十万人 不是这样吗 那五王还有什么功德可言 那咒王再怎么暴虐 那也不过是杀死了几十人几百人而已 那五王一个打仗 打死几十万人啊 对不对 孟子的意思就是说 这段血流飘除不可信 为什么 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五王以治人 罚治不仁 后面的文章会谈到 他只是带三千虎奔金啊 三千人啊 而且到的地方都没有打仗 到的地方啊那些人都跪下来啊 告诉他说 在哪里怎么走比较方便 你赶快去 帮我们把座王给打掉 所以实际上是没有 不过写文章的人为了要表彰他的工业 所以呢写得夸张了 所以这个孟子才告诉我们说 尽信书不如无书啦 那么回到我们现在的人来说 独死书而被文字所障的人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比如说 佛经里面的空 这个是专有名词 或者是到家里面的无 或者是如家里面 女子无财便是得啊 或宁可使 由之不可使之之等等等等 这好多好多误解 我在这个误会集里面呢 也谈过很多啊 现在就不再罪言了 这个就是这个修行界的专有名词 常常被误解 因为我们就尽兴在这个 治理行间表面的意义上 自始到后来呢 大家都觉得国学 这老八股怎么有办法用到现在 重难是这个国学里面呢 9999条都非常对 只有一条文字被你误解了 你会说老八股这不可用 为什么 因为你一心一意要推翻老八股 就这么回事 为什么你一心一意要推翻老八股 因为唯有这样 那些储亲吉利的人 在免获利上面 才会有更大收获 那比如说当时的诸侯 诸侯为什么把 周公留下的典籍都通通烧掉啊 他说那些都不合时宜 不可用于现代啊 要全变啊 为什么 因为那景田制度的规范下 诸侯一御悦 翻一翻典籍都知道 说你已经逾越先人的举度 你做的事情是不合理 他就干脆把它烧光了 至今依然有很多这样的污灰 至使我们中华文化无法复兴 国学都认为 不适合于现代 原因都在于此 所以金星书不如无书 孟子早就走过在前面了 所以 这个东西不是 这些东西不太